我是Winney 是香港專業人才 服務機構的童工 歡迎大家收看《每日與主同行》這個節目 默觀祈禱第四十天 默觀與群體 作者引述潘霍華說 獨處和安靜不單單為了個人得到滋潤 亦是為了建立群體 對於一個以膚淺眼光看歸心祈禱的旁觀者來說 這種操練看來很自私 很私人 以為是很自我忠心 但情況是剛剛相反的 它其實將我們引領到群體 它永遠不會將我們帶來孤獨的靜止 然後將我們留在那裏 這個從來都不是一個自私的玩意 它是將我們帶到上帝那裏 亦都是一切創造主那裏 它將我們和萬物來連結 三一上帝的愛不單止不會將我們和其他人去隔離 而且更加引領我們進入慈愛和憐憫當中 另外叫我們更加察覺到上帝在其他人身上的臨在 它將我們帶進一個開放性的群體裡 叫我們充滿一個落於款待的愛 正如如如盧雲神父在他《靈心明辨》一書裡提到 在祈禱裡獨自與上帝相交的結果 必然道向與上帝子民相交 然後是服侍世人 歸心祈禱不是叫我們獨善其身 透過歸心祈禱的日常操練 我們對環境、對人甚至對自己相對少了些焦躁不安 繼而減少了一些反應性的行為 這種狀態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看清楚事情是怎樣 對人多一份憐憫 對於生活和工作所遭遇的事情 亦都會加多一份的包容 當我們與上帝的關係越來越親密 更加深的時候 對上帝、對人、對自己有了正確的態度 就會為各種的人際關係公義而努力 而公義帶來就是平安 平安的意思是幸福和安好 它具備了很多層面 與上帝和萬物的和諧關係 以感恩的心察覺我們身處的恩典 以及上帝的眷顧掌權 而世間實在需要這種更深層次的和平 請我們安靜下來 主統文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這位是天上的父 不單止是我的父 你的父 是我們的父 我們是一同藏在神的愛裡面 我們的靜土 讓我們的心情明 看到天父 看到自己 看到其他人 聖言眾讀 聖言眾讀 馬太福音六章十三節 聖言眾讀 不叫我們遇見是探 救我們脫離 祝我們 祝我們 救我們脫離空鱷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阿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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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